有一個太太 她向法院甦醒了離婚 那主要是她的公子 離家超過三十年 甚至於跟外遇對象生了小孩 後來她帶著小三 一家出席父親的商禮 讓這個太太最切心的是 她的先生還寫信給她的小孩說 你媽媽這個過世不必通知 也不同意她入吳家的神主牌 這個三十年前的昭康之妻 不讓她入她家的神主牌 所以這個太太實在是太心寒了 決定離婚 但是我們台灣很多人是這樣 特別是女性 死後能不能進入夫家的神主牌 看得很重 這是很傳統的觀念 那麼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探討 那這個故事 我們先請志偉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當事人 因為是女方 就是太太去肅請離婚 那她的先生 在1989年的時候 就是外遇 外遇之前 她跟她老婆 是生了兩個女兒 那她外遇的這個小三 也生了小孩 那小孩是比她的小孩 小一兩歲而已 那當然她有外遇 生了小孩之後 她就不常回家 然後到了她女兒念小學 二三年級的時候 索性呢 就完全不回來了 就是都沒回來了 沒回來了 而且也就是說 在她女兒小學三年級 她是一二年級的時候離家 到三年級的時候 有回來過一次 可是一直到了小孩念大學 你看這個多久了 大學差不多十八十九歲 十幾年沒有回來 然後呢 她就是就是離家之後 也都沒有聯絡她太太 一直到這個西元兩千年的時候 你看一一九八九年 然後兩千年 她的爺爺 就是這個小孩子的爺爺 也就是這個劈腿的老公的爸爸 過世之後 然後她回來 那時候她回來的時候 她是帶著她的小三 還有跟小三生的小孩回來參加喪禮 那當然看到她的原配 她正眼都不堪一眼 彼此間也沒有互動 那這個其實在 等於是這個當事人的公公過世之前 那些年他們都沒有聯絡 那沒有聯絡 現在在喪禮上遇到了 然後老公又是帶著這個小三回來 你知道在這個家族之間 那有多難堪 所以她真的覺得這個老公怎麼會是這樣 甚至到她的公公過世了隔一年 那她兩個原配所生的女兒 就收到了爸爸寫信來 然後跟她講說 她說如果你媽媽過世了 你不用通知我 就是你媽媽過世 你不用跟我講 因為我認為她是我的老婆 然後還說就是說也不會讓她入他們家的神主牌 因為一般你嫁給人家早期都會冠夫姓 就算沒冠夫姓 嫁給你就是你家的人 他爸爸跟他女兒講說 你媽死不用跟我講 其實這個爸爸也很奇怪 他一直小孩一二年級離家 從三年級以後到大學都沒有聯絡 其實跟小孩之間應該也沒什麼感情 所以這個媽媽才切心 他現在切心 他不然想說我不知道他在等什麼 那去肅請離婚 那當然法院是覺得說 你們都已經分居這麼久 而且也都沒有聯絡 所以夫妻根本就沒有感情 而且也沒有任何一方想要挽回 當然就是同意你離婚 但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說 法院用詞 人可上訴 人可上訴 請問誰要來上訴 這個老公一定OK 你要離婚終於等到這一天 這個從時間推估 這一位想要離婚的太太 已經現在已經七十出頭了 重點就是說兩千年 他的大冠過世 他的母親 這個老公有回來 然後他在這個二零零一年 公公過世 這個前夫就寫信來說 沒要讓他入神主牌 那他離婚的訴訟是在2020年 這也很奇怪 就是說 十九年來他沒有想要離婚 但是五十出頭的時候不想要離婚 但是現在反而想要離婚 我想請教阿德你覺得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常看我們的節目 終於想通了 搞不好他真的還信 因為我覺得說一定是有一些觀念改變 然後這些觀念改變 也讓他有一個 就是下令決心的 你想 我相信有這件事情 應該最痛的時候 是在那個時候上禮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提 然後你想說後面這時間 他一定有一段時間 也是很折磨 反反复复在想這個事情 十九年耶 對啊 那我覺得說 有機會想清楚真的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覺得說人 就怕這是一輩子裡面 就是有很多糾結 在死前想不透 那我覺得有機會想透 不管多久我都值得 因為人生本來就是一個 去了解這些糾結的過程 所以你當初 你接受什麼樣的觀念 這觀念很過時 你還要經歷抱著 這就是要付出的代價 我覺得有機會能想通 然後放掉 我覺得說 其實老公對他這麼覺醒 對這個老婆也是好事 因為人最怕是 一下有情 一下無情 加上甩就甩不掉 對啊 一下有情 一下無情就會抱著希望 然後其實那個 那個也不是什麼友情 那就是一個擺爛的感情 就擺在那裡 好像一份 就是怕傷害到你 所以我們這感情擱著 我覺得那反而不好 我覺得有機會在 有生之年想透一些事情 其實蠻好的 我跟他的這個 太太的年紀差不多 在我們 你比較年輕 你看起來年輕 謝謝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想法 就是在很年輕的時候 會覺得 淋掉 我就故意不跟你離婚 這個老公一定有來跟他 要求要離婚 他就淋掉 但是看到那個小孩 看到那個已經繼承的事實 他就在接受現在 很多的這個新的資訊 你知道再活下去 幹嘛一直被卡在那裡 而且他還年輕 七十幾歲是還年輕 是 都非常同意 真的 現在人可以活到一百多歲 而且有兩次婚姻的機會 對 所以找離 找脫身 你常講是吧 其實有機會 不管要不要再結婚 就是你有機會重新開始 過第二段人生 這個請教一下廖老師 這個太太真的沒有離婚 可是夫家又拒絕 讓她一身主牌 這有什麼影響 對夫家有影響 對這個太太沒有影響 為什麼 因為在活著的時候 這個先生就沒有負責任 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個先生 沒有負責任 好 太太沒有在公媽 對太太這邊 還是有不好的影響的話 那就沒有天理了 沒有天理了 對 那這一個太太如果沒有離婚 沒有離婚 照理講 一般的習俗 你要讓她一公媽 你沒有讓她進去的話 對夫家 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她的絕魂 絕對不會放過夫家這邊 因為她的異性 裡面就是 我是你們家的媳婦 你要讓我進去 結果你沒有讓我進去 你最本來就這樣 對 對 那如果說像我們現在看的 這一個案件來講 其實她離了婚不進去 她就說 那一公媽是不是 一定要有一個什麼儀式 要啊 所以一般人 就是眼睛看不到 他不知道害怕 像這個先生 他不知道會有英國國報 對 那我要回過頭來講 就是說這個媽媽離婚 不會太在乎這種 可是之後他就會知道 對啊 因為他說 他媽媽 他的女兒說媽媽死 不用說 他也不知道他會生死 其實我覺得 這個老公法是在乎的 因為其實會在乎 才會特別叮嚀 女兒這種事情 因為他會叮嚀這個事情 其實就是一個報復性 就是仇恨性 就是不要讓這個原配好過 所以才特別交代這個事情 他只是無知 不知道這樣的事情 是會折損自己的 對 他折損自己 那你一直是 現在是單身 你也沒說什麼 沒有沒關係 沒有關係 像現在有很多的佛飾 那時候我們中原普度就 沒有關係 我還是會有我 所以我現在 他未來這樣的人是主流 因為大部分都不會結婚 就算有結婚 可能也是在申請就離婚了 你知道 主持人很沒有禮貌 你知道要原諒他 不會啦 這也是很多人 其實鄭大哥問得很好 我覺得就是說有時候 你都替觀眾問了這個問題 我們有機會來回答 教大家怎麼做 就是說現在有很多佛飾 因為我們人 我今天有準備了就是說 我們人有祖魂 生魂跟絕魂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基本的嘗試 就是我們人過世的時候 會做法會 就是頭刺到摸刺 有沒有百字 對你這個是主要靈魂 主要靈魂在心臟 那我們的頭上有兩道靈魂 一個是生魂 一個是絕魂 那我們公馬甘 就是這一個絕魂 對 所以呢我們以後呢 我們的生魂會到墳墓那邊 那主要靈魂會再去輪轉審判 到地府去 那絕魂跟生魂 都會留在陽世間 所以七月一定要超渡祖先 如果你沒有在拜公馬 真的要 不然他們會變孤魂 那這個絕魂 你說絕魂 在公馬甘 對 生魂在墳墓那邊 墳墓那邊 或是塔位 那祖魂就 祖魂就是我們做頭刺 禮刺 決定他下輩子 是投胎當人 還是自己 對 就是六道的輪迴 不好的 這個會看他 論他的業障業力 做功跟過 會在這邊 對 總審判 對 總審判 所以我們的絕魂 會有很強的意識 在我們生存的時候 會我們所有的經驗 會在我們的絕魂裡面 那如果說像這個太太 她肅請離婚了 成功了 她不進去他們家的公馬甘 是正常的 但是她要怎麼 怎麼樣來規劃她自己 她又是兩個女兒 沒有兒子對不對 對 她可以去佛事 現在佛事有一些都有在拜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那個叫做姑娘廟 以前就有了 姑娘廟 對 所以人間的習俗 也會因為我們人 社會的變遷一直 狀況一直在 需求會改變 對 改變 然後這個習俗 也會慢慢的演變 了解 好 那如常入這個 過世後入這個公馬甘 有的人是這樣 如果沒進去 怕死後沒有人拜 請教一下王老師 你有相信這個嗎 我有相信這個 有相信 對 不過我覺得台灣文化 對女性很不公平 這一點 這一點我們通天公 將來已經有神明有指示 要來改革這個 什麼人說 我們神明 神明有這樣講 對 地藏王 那為什麼說會 因為我看到這種新聞 其實我對這個台灣女性 有點要打包衛品 我們都說台灣女性很偉大 可是你看看 假設 比如說看這個案子 那離婚之後呢 離婚之後 假設這個離婚之後 她沒有夫家 一般的台灣文化 是到娘家的神主牌 也沒辦法進去 娘家嘛 沒辦法進去 家出去了 可是要離婚 對 所以娘家也不能進去 夫家也不能進去 這個女生將來 中途之家 要去 要跑去哪裡去 這時候不要開玩笑 神明 神明在聽 不是 中途之家就是夫妻啊 姑娘就是中途之家 對 這時候不要開玩笑 是 對不起 所以說第一個 我覺得第一個 是讓離婚的 夫家也沒夫家了 娘家也回不去了 對 很可憐 不知道去哪裡 第二種是沒有結婚的 對不對 像張老師講的說 你處女早上幾個 沒有結婚的 有啊 有女性一輩子都沒結 不是離婚喔 對 不是離婚 是沒有結婚的 未婚 往生的 對 她也沒婆家 一定沒婆家 自己的本家 也不算娘家 自己家裡 也沒有在拜女生 這個也不知道跑哪裡去 對 第三個生女兒 都生女兒 對 要結婚 對 都生女兒 你現在這女兒 這兩個老婆 對不對 以前的人都 我聽我老一輩的人說 以前人要逛媳婦 都會問他是不是 小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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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一輩就是說 嫁過來附嫁之後 要百分之百 要加過來 因為你隔開之後 那個兩家鄉無 都斷掉了 對 我加過來就複雜了 複雜了 複雜了 所以說 以前有人說 怎麼 這個女生說好樣 不要帶 可能是三十代同堂 不可憐 對 那第四種是那個 沒生的 對 沒有指示 所以說 我是覺得 因為這樣這四種人 在我們台灣 其實是很大的一個 很不公平性很大 對 所以說我們將來要 要來安置這四種人 這樣 要來 再次